好 那再來這一題是計算 也就是在五支事業的地方 這個範例的題目叫回圈測試 回圈的測試 比如說我今天在開啟這個 完成檔這個檔案打開 那第一個他會叫我們請輸入初值 就是說從2開始好了 按確定 然後到多少到10 按確定 那中間增加多少呢 增加1好了 他會幫我們把2 3 4 一直加 加到多少 加到10 加出來的結果是多少 按確定 所以他這邊秀有沒有 2到10 中間增加1的時候呢 總和是多少 5是4 就是利用這樣的方式 那當然你也可以給他大一點 2 加到多少呢 加到1000 加到1000好了 中間相差2好了 就是24680一直加到1000 他的總值是多少呢 按確定 翹出來告訴你 250 500 這個地方這個範例呢 怎麼做出來的呢 實際上就是用4NAS的回圈 幫我們做一些計算的動作 把結果秀出來而已 那這部分的話呢 我想我們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等一下如果你們完成剛剛那一題的話 就可以繼續 再看一下那個4NAS回圈的部分 看到 沒有 我們真的有 duo的